如果你在回忆起来遇到的这些萍水相逢的人 你觉得给你的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原来我们也只能走到这么多 再往下走的时候 你们的路就分叉了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永远是 一个人来一个人去 都是孤独 所以你就必须要懂得 我就是我 你就是你 我们不应该把我们所有的幸福都 都依赖在对方给你什么 有的人他来 他就是陪你一段 对 这世界上这么多人坐在我们的身边 每天有这么多人跟你擦肩而过 但是人是这么孤独 人是这么孤独 这个世界属于你 与他人毫无关系 沐昕有句话说特别好 在白转柔长间 一天天的永不起来 他珍惜珍爱每天就在面前的人 但是从来不奢求或者是 要求对方忠诚于这一段 他知道这事没有谁会赔你一辈子 沐昕的书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深得我心 你所认为的至亲的人 要么是半当中进入了你的身命 要么是半当中会退出你的身命 从生到死 同甘共苦 不离不弃的只有你自己